会去绕佛塔 那接着呢 他们会回到寝室 在睡觉以前 心中想着他上师就站在床头 向床头做三次的礼拜 接着躺下来睡觉 睡觉的时候也非常特别 他们会先开始用心想象 佛菩萨在他的头顶上 然后慢慢慢慢融入他的心中 然后最后化成一道光 然后再安眠 由于他们入睡之前 心中都带有这种慈悲 智慧跟光明的感觉 所以他们睡觉 是绝对不会做噩梦的 在过去西藏的修行制度中 佛教学院是最重要的一环 所有的出家众都希望一生之中 能有机会去读佛教学院 但是过去佛教学院并不是非常多 只有在很大的寺院 才有佛教学院 一般的小寺院 出家众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习 或者跟着某一位上师学习 或有时候到佛学院里面去参访个一年两年 就回到他自己的寺院去了 只有资质特别好的一些出家众 寺院可能会送他去佛教学院里面学习 像是大师徒仁波切 在西康巴邦寺的佛教学院 现在有上百名 从各个寺院送来的年轻的佛佛 在这个地方学习 而现在在西藏之外的这些出家众 他们的学习有时候更辛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创古仁波切 要在印度的陆野院建立了这所创古金刚智慧大学 一所不分教派 各教派各传承的出家众 都能够到这里来学习的佛教学院 在佛教学院里面 他的正式的课程时常被称为五名 也是因为这个样 许多佛教学院被称为五名佛学院 这五名是哪五名呢 第一种是内明 就是对佛学的明白 第二个叫做阴明 也就是逻辑辩论的训练 第三个叫做声明 就是诗词以及发声声音的训练 第四个是医药明 第五个是公巧明 也就是各方面的公义技艺 我刚去参访这些佛教学院的时候 我也非常好奇想知道 他们到底在学什么 我们先从佛学 也就是内明开始讲起 我慢慢了解到 佛法这两个字 佛奇就是觉悟觉醒的意思 法其实就是方法的意思 所以佛法整体来说 其实就是一整套 完整地帮助我们修心的 一套科学的方法 这套方法在西方被称为心智科学 在藏传佛法里面 这个修心 甚至到最后生死自在的 这个修行的次第 或者是步骤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佛教学院里面 第二个最重要的功课 被称为英明 也就是逻辑辩论的学问 这几年来 我有很多机会 住在这些藏传的佛教学院里面 那看了他们每天上课的课程 非常有趣 他几乎从下午的三四点钟 有时候一直到半夜十二点钟 甚至一点钟 所有的学生都围在操场上 一群一群的开始在辩论 有时候是一对一的辩论 有时候是二对一的辩论 二对二的辩论 甚至我还看过整个寺院 针对某一个人的辩论 最开始我去的时候 对这些辩论到底在禅什么 目的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但是因为现在我的小弟 陈雨泉 也就是喇嘛罗卓登给 他现在在藏传佛法里出家了 而且讲流利的藏文 所以我也跟他请教 说到底这些佛教学院里面 他们每天辩计的内容 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逻辑辩论被称为英明 这个英其实就是原因的意思 也就是动机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许多人 对于我们自己做很多事情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时常会搞不清楚 而透过这种反复的不断 去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一直问的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 做每一件事情的动机 会非常清楚 每件事情都要追根究底 问到底 不能够有任何的这种迷信 或盲从 而且我也慢慢发现 它这个变经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变经本身的动机 非常重要 它的目的是能够真正对宇宙 生命的真相 也能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不是两个人在比输赢 增上下 包括它的所有用到的手势 也都是在提醒自己 是在培养自己的慈悲跟智慧 像是它把手抬起来 拍手 再伸直出去的这个动作 是心中就要想着说 这个代表 我们要把一切的烦恼 疑问 这些都压下去 能够把它除掉 然后再把手拉起来 有时候拿着念珠 抬起来的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说 我们要提起我们一切的智慧 那现在在这里呢 我尝试 跟我的小弟 陈雨泉 喇嘛罗珠登给 为大家示范一场变经 变经最开始 坐在这边的这个人 要先立论 立论意思就是说 说出我的观点 然后再由站着的这个人 他来破解 佛教是消极的 因为佛教徒不是生产 对社会没有贡献 现在佛教徒都散在各行各业 在各行各业的这些佛教徒 难道他们都没有对社会有贡献 不在利益众生吗 虽然他们在各行各业中 但是因为佛教徒忍让 不跟人家去斗争 在这样一个竞争的社会里面 他工作做不好 对社会没有贡献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慈悲跟智慧 难道在工作中不需要智慧吗 学习慈悲就是在学习 关心周遭的每一个人 一个在工作的人 难道他不需要关心他的同事 跟关心他的客户吗 自私自利 没有慈悲心的人 他的工作才会做得好吗 但是大部分我认识的佛教徒 他既没有慈悲心也没有智慧 这个没有慈悲心 没有智慧的人 他根本就不是佛教徒 因此你的定义根本搞错了 因此你一开始的理论说佛教徒都是消极的 这根本是错误的 真正的一个佛教徒 他永远是充满慈悲跟智慧 我永远在照顾周遭的每一个人 那我认输了 我这个沉浸太久了 刹 刹 你说错了 你懂吗 刹 真是太笨了 好 从这样一段很简单的变经 可以看得出来 透过这样子的变经 能够帮我们厘清很多 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一些思绪 像我以前也一想到佛教 就想到是消极的 但事实上透过这样子逻辑的训练 我们会很清楚知道 其实以前对于佛教带有的成见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这真的是解决了很多 这么多人 这么几百年来 也是被佛教的误会 我们现在再示范一场 很多佛教徒都不负责任 跟社会脱节 什么叫做不负责任 跟社会脱节 很多佛教徒不负责任 不尽他应该尽的义务 什么责任 什么义务 很多佛教徒 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都没有尽到 他应该尽的责任 跟义务 如果一个人对家庭 对社会 对国家 他不尽他应该做的义务的话 他就不是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像红衣大师也好 须云老和尚也好 很多这些大师 他们出家了 放弃他原来的家庭 放弃他原来的工作 这样子他哪里有对社会 家庭 国家 做出任何贡献呢 难道他们 都不是正性的佛教徒吗 怎么样叫做 敬照顾家庭的义务 照顾家庭 就是要照顾他们的生活 你要去工作 你要去赚钱 能够养你的妻子 老婆 孩子 所有的这些 这个才叫敬你家庭的义务 他们出家了 到山里面去 自己去修行去了 很明显的 他们没有进到 照顾家庭的义务 负责一个人的十一住行 你就是真正在照顾他们 真正在爱他们吗 我说对 你要爱这个家庭 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要照顾他的十一住行 不能自己跑到山里 去出家去 如果你说照顾一个人的十一住行 你就真正能够给他们快乐 真正能够给他们 让他们欢喜 让他们快乐吗 至少我知道 他们假如出家到山里面去了 没有照顾他们的十一住行 肯定他的家庭就不快乐 你刚刚谈到的快乐 这些只是短暂的快乐 它并不是真正究竟的快乐 真正一个修行人 一个出家人 他在学习佛法 他在学习修行 他就是在学习 怎么样给所有的众生 一个永恒的快乐 因此所有古代 释迦摩尼佛 一直到所有的大师 跟历代的祖师传承的上师 他们永远回过头来 他们就是在利益他们的社会 他们的家庭 跟他们的国家 像刚才谈的这个题目 这是几千年来 所有的人 对佛法最基本的一个误解 要真正深入了解这个问题 以及刚才的答案 一个人 他必须真正深入佛法 他要开始真正了解 生命的意义 甚至在找寻生命的答案 他就能够懂得 刚才他所谈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藏传佛教学院里面 另外一堂最重要的功课 被称为生明 从小就被训练要能够把声音发出来 不能闷在心中 所以从他们小时候的大声读经 一起唱诵这些开始 一直到年纪大一点 在佛教学院的时候 每一天会有一段时间 老师会要他们在台上 对所有的人说法 所以我发现 每一位小喇嘛 出家众 甚至是活佛 他们的声音 都是非常非常洪亮的 每天共修跟唱诵 而且打很多手势 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开始了解以后 发现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意义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 透过我们学习 佛菩萨的这些手势跟手印 然后用观想的方法 也就是用心理想象的方法 想着佛菩萨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 再慢慢想到这个佛菩萨的整个形象 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 使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身 跟佛菩萨的一模一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修行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在最快最快的时间之内 真正把内心的慈悲跟智慧给开发出来 把自己观想成佛菩萨的这一套修行的方法 是在藏传佛法中非常非常独特的秘法 在藏传的佛教学院中 第四门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叫医药名 也就是要学习医学 这个藏药现在在全世界 已经被广泛的科学家们 在开始深入地研究 因为他们发现 藏药有一点跟现代医药 非常不同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是什么呢 它同时重视物质跟精神 这两个层面 甚至在制造这些药丸的过程中 它都把这个精神 也就是说加持力放在里面 那这个加持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和许多欧美的科学家谈过 发现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一用脑就在发出能量 因为我们的脑波本身就是一种能量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 平常要不是在发呆 就是在东想西想的 所以脑波是乱的 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禅定 而且有慈悲心的话 他就可以透过他的心念 想到把善念 也就是一种好的能量 放进任何物质中 由于寺院里的喇嘛们都懂得医药 甚至是有加持力 过去在西藏呢 每一个寺院其实也都扮演一个医院的角色 照顾所有周围的病人 创古仁波切在尼泊尔印度的寺院 也都延续了这个医学医院的这个传承 义务性地照顾所有周围的病患 藏传佛教学院中的五名的最后一个 被称为公巧名 公巧名呢 就是学习世间的各式各样的工艺跟技艺 在传统的公巧名里面呢 最重要的也包括制作供品 以及绘制堂卡 壁画 这些佛像跟堂卡 其实也是使很多人对藏传佛法 最容易产生误会 我们看到很多这些 看起来好像是佛父佛母 抱在一起的 很多现代人对佛法不懂的人 尤其对藏传佛法不懂的人 时常就把它解释成是性欲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双身的佛像 其实两个都是代表自己 这个怎么说呢 它是在我们修观想 或者修想象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到的 我们观想 假如我们自己是一个男的 男性通常具足这种创造力 具足这种力量 但是女性呢 它具足一种温柔 具足一种细致 那我们在观想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很完美 一体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观想 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同时具足了父性 以及母性的 所有的这些优点 所有的这些好的能量跟品质 这个其实是这些佛话 最重要的原因 它并不是说要一个男的 跟一个女的抱在一起修 天下没有这种样子的事情 这是说不过去的 西藏这套完整的教育制度 使得修行的传承 从古代到今天 一直都没有断绝 光是大宝法王的 嘎举传承中 就有好几十位 有修有正的人波切 在全世界各地教导人们 修心的方法 现在他们在世界各地 弘法的时候 每一位呢 也都有许多自己的一些 特别的帮助众生的方法 像是大师徒人波切 他是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四大法子中最重要的一位 在历史上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出名的学者 许多天文立算 所有的这些书籍 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 在历史上 他好几生 都是大宝法王的上师 这一世也是一样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原籍前就留下了一封信 预言说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会跟随大师徒人波切 修行跟学习 现在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就是跟随这位 大师徒人波切 在学习 除了身为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最重要的上师之外 大师徒人波切 自己本身 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的书画 他所画的画 在全世界 都开过许多次的画展 他的内容 非常非常的特别 是大师徒人波切 在禅修的状态中 从他的真心 自然流露出来的话 当年 创古人波切的学生 还包括大宝法王 四大法子之一的 国师家查人波切 他被称为国师 因为他生生世世 时常是作为 中国好几位皇帝的上师 因此他被尊称为 国师家查人波切 他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一世 几乎他是所有 仁波切们公认 修行最高的一位禅师 从他的眼神 表情中 特别能够使我体会到 什么叫做一位 亲近的出家人 这位竹琴仁波切 也是一位非常可爱 自在的大禅师 当年创古人波切 被十六四大宝法王 任命为总经教师 竹琴仁波切 被任命为 总禅修指导老师 负责教导 所有年轻的人波切 禅修跟闭关 也是一位专门教 人波切的人波切 现在有几百名外国人 放下一切 学了藏文 跟随竹琴仁波切 在尼泊尔学习 这位堪布卡特人波切 其实是第十六四大宝法王 所委派的 北美的最高的 总禅修指导老师 他在欧美 有好几十万的弟子 跟他学习禅修 但是真正使我感动的 是他日常生活中的 一些小动作 但是虽然他是个大活佛 但是他一看到 有小喇嘛在前面 他会马上让他们先走 一点架子都没有 但是在法会的时候 他会看到他跟喇嘛们 一起搬桌子 这位酌千波罗仁波切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位 他上一生是第十六四大宝法王的弟弟 这一生呢在三岁的时候 就被第十六四大宝法王认证 为酌千波罗仁波切 他从小跟随 第十六四大宝法王 以及创古仁波切 学习了一切 精教 以及禅修的方法 而且呢 他能讲非常流利的英文 他被第十六四大宝法王 派到美国去 开始将所有 西藏的大藏经 所有的这些精教 输入电脑 作为电脑化的工作 因此呢 这位波罗仁波切 对电脑非常的熟悉 平常他在各地 全世界红把的时候 总是带着一本笔记型的电脑 还有一个小小的掌上的电脑 所有的资料 人名 事件 他都是输入电脑里面 而且最特别的一点 他也时常被人家称为 电脑仁波切 这不只是因为他懂电脑 会电脑 而是他也架设了一个网站 当很多人跟他请法的时候 他时常笑咪咪地 给他们一张名片 名片上面没有电话 就只有他的网记网路 网址的地址 任何人想跟他学习或请法 可以上他的网站 可以在网路上请教他问题 因此他时常讲说 我没有到场 电脑网记网路 就是我的到场 还有这位明珠仁波切 这位仁波切也非常特别 他十几岁就开始闭关 在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担任闭关中心的 正式的指导老师 除了刚才这几位之外 在嘎举传承里面 还有很多有修有正的大人波切 他们每一位的生平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 再向各位报告 而且呢 前几年原集的几位大人波切 也都又转世回来了 他们会继续将法教传承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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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